大家好,我是化媒體藝術學院開化媒體系的楊知敏 我這次畢業的作品叫《物流考古計畫》 它是我的長期創作計畫 一個第一階段的呈現 然後在這個創作過程中我調動了比較多的媒介手段 有錄像、聲音、有文本、有裝置、還有企劃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其實是以便利、消失、固定這三個為線索 來組織了一個小的展覽 三個影像的部分我用了井口、用了拆遷的影像 同時也用了外賣員的影像來構成我的整套敘述 現在由於互聯網的發展、由於各種APP的迅速發展 那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其實慢慢地以自己為一個中心 畫了一個範圍、畫了一個園 人們不再去向 人們而是讓各種菜、各種食物、各種生活用品 到達自己所在的那個中心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是身體經驗的缺失 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做了這樣第一階段的嘗試 它的大的一個概念其實是最便利 背後所要付出的代價的一個思考